这个警察抱着他的巴雷特M82瞄准了楼顶的汉肥 然而下一秒汉肥就转动加腿林 对着楼下的警车就是一阵猛烈的火力输出 火星四射 硝烟四起 两个警察不知何时已经冲到楼上 踩开门对着汉肥连开竖枪 却被防弹衣全数挡架 而汉肥被激怒 直接掉转枪口 无数子弹喷涌而出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用铜枪铁臂般的胸膛将子弹尽数拦截 他迎着枪铃弹于步步紧逼 汉肥恼羞成怒 抓起手枪瞄准了男人的眼睛 然而 男人邪美一笑 这场闹剧就此画上句号 没错 他就是超人 实际上 罪犯之所以敢如此猖獗 是因为超人在五年前远赴外太空 寻找自己的母星 人类早已经习惯了没有超人的日子 但谁知 超人虽然如愿找到了母星 母星却早已枯竭 无人幸存 所以超人才抱憾而归 超人回归 他的老对手卡当夫也刚好出狱 故事就此拉开新的篇章 超人戴上老土的框架眼镜 化身人类高质量男性 回到了曾经工作的报社 这一回来才发现 曾经的女友突妞妞早已嫁作人妇 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突妞妞对他当年的不高而别 一直不肯释怀 甚至还因为发表了一篇名为 《世界为何不需要超人》的报道 获得了大奖 与此同时 卡当夫也没闲着 他带上自己的反派队伍 找到了超人的出生地 北极水晶宫 卡当夫启动了最中心的控制台 意外打开了超人父亲 留给他的影像资料 影像说 控制水晶遇水 既可创世又可灭世 这不正中卡当夫下怀 卡当夫将全部的控制水晶带回 卡当夫的小弟带着放大镜 从水晶上 小心翼翼地抠下一丢丢丢丢丢丢碎墨 丢进了水里 一秒两秒 水面纹丝不动 别说创世了 连个水花都没建起来 女助理忍不住吐槽 哇 真刺激 下一秒 等熄了 水面迸发出诡异蓝光 与此同时 整个城市都发生了断电 一家太空梭正在发射倒计时 突然的电路瘫痪 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不到一分钟 城市电路恢复 但太空梭运输机的分离系统 却出了故障 太空梭远程控制系统失效 运输机将会被太空梭 一起带去外太空 满舱乘客 生死已陷间 瞧的是 突妞妞也在这辆飞机上 剧烈的震荡来袭时 所有人都慌忙 系好安全带 带好氧气罩 只有突妞妞意外被摔下椅子 秋天不应 较低不灵 情况危急 只有长暗点赞三秒 才能召唤超人英雄救美 终于 一双红色的靴子 踏在了飞机之上 是超人 超人用力拖起太空梭 将其运输机强行断开 稳稳地送入了外太空 竟然迅速转身 以雷霆之势 拽住了运输机机翼 试图将其稳住 然而强大的风力拉扯 直接让机翼断裂 超人火力拉满 躲开挂来的第二段机翼 直直冲向飞机底部 此时 飞机坠落的正下方 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球赛 观众千万人 一旦飞机坠毁在下方 那将是人间炼狱 好在最后关头 超人将飞机稳稳接住 平放在球场上 一场危机 就此化解 超人打开舱门 走进来安抚乘客的情绪 突然有情难自一地站起来 超人看向他 温柔地问道 你没事吧 从突然的眼神 我就知道 这个女人又沦陷了 哼 女人 超人走出来 接受呼啸而来的喝彩和欢呼 礼貌一笑后 华丽退场 与此同时 卡当夫的实验室 已然一片狼藉 因为就那一丢丢丢丢 丢大的水晶碎末 已经化成一座水晶山 另一边 之前球赛的直播镜头 已经完美将超人回归的英姿 传播到了全城 全国乃至全世界 为了赶热度 报社要求所有人 必须以超人回归为主题解稿 像杰拉为了蹭热度 赶稿做的我 这一来 刚好又便宜了卡当夫 记者们挖出来的消息里说 当年伴随着超人 一通降落地球的克星石 就收藏在大都会 自然科学博物馆中 克星石 来自超人的母星 是唯一能伤害到超人的物质 这是卡当夫 在超人父亲留下的视频里 了解到的 这个反派 为了去都能克制超人力量的克星石 让女助理去假装汽车失控 吸引超人注意 但女助理却没想到 汽车被卡当夫做了手脚 真的失控了 好在超人永远都值得信赖 迅速将他救下 才让他幸免于难 而大反派卡当夫 则趁这个时间 带人直接暴力抢劫博物馆 盗走了克星石 当超人得知克星石被盗 又联想到之前的大规模停电 第一时间返回了北极水晶宫 果然发现 所有控制水晶被洗劫已空 很显然 是卡当夫冲出江湖了 另一边 突妞妞妞近段时间一直在调查 之前大规模停电的原因 查来查去 还真让他查到了停电的源头 一路追踪到了 停住在海岸的一艘邮轮 可能是由超人这个前男友 突妞妞无所畏惧 竟然带着儿子 直接就上了邮轮 谁知下一秒 舱门关闭 邮轮启动 突妞妞一转身 正跟卡当夫对上 突妞妞身为超人的前男友 跟卡当夫那也是老熟人了 所以理所当然的 被特殊关照困在了椅子上 卡当夫知道 突妞妞一定是为了挖新闻 才查到了这里 所以他免费送了他一个大瓜 卡当夫要用控制水晶 创造一个全新的国度 但同一个空间 当然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庞然大物 所以 由一片土地生成 就会有一片土地沉入海底 而他将成为新一代的创世主 说完 卡当夫将一个水晶 用可行式打造的容器包裹 直接发射进了海底 顷刻间 电力系统开始瘫痪 一道炫目的激光冲破水面 水晶迅速开始野蛮盛长 天空变暗 电闪雷鸣 船舱内 负责看守突妞妞母子的大汉 陪小正太弹起了钢琴 突妞妞趁机用传针机 将暴示传递坐标求救 但他的动作还是暴露了 被大汉按住一顿暴打 大汉抓起一块石头 抄掉突妞妞步步逼近 危机时刻 一架钢琴砸了过来 大汉直接命运当场 原来 小正太是突妞妞和超人的孩子 当年超人离开时 突妞妞已经怀孕 这就是他 一直不肯原谅超人的原因 小正太看到母亲有危险 才激活了体内的超能力 暂时还不能稳定发挥 所以传了大货的母子俩 被一同丢进储藏室关了起来 而卡当夫则带着小弟们 做直升机留之大吉 幸运的是 报社还是收到了突妞妞的求救讯号 超人快步走出来 在电梯门盒上的瞬间变身 支撑云霄 超人的欣赏人被反派掳走 处境危险 然而超人遛过海平面时 看到了海底下暗潮汹涌 一条巨大的裂缝 以极快的速度面朝城市蔓延 又是大反派的手笔 超人不得不遮烦 城市有难 就在这时 一动动高楼大厦开始剧烈摇晃 巨大的冲击波笼罩了整个城市 玻璃顷刻间炸开 巨大的广告牌突然倒下 未几关头 超人冲出 鲜险抓住广告牌 玻璃碎片霹里啪啦地砸下 超人双眼迸发出激光 将其全部粉碎成天 地底喷出层层火焰 超人一口磅礴之气 将热浪尽数吹灭 爆射楼顶的巨大秋梯 断裂滚落 朝着街上私下奔逃的民众杂举 超人穿死而出 稳稳接住 再次就千万人于水果 与此同时 已经有无数水晶棱角 已经冲破海平面 被遗留在游轮里的 突女母子命悬一线 好在这时 突女的丈夫约翰 开着直升机找到了他们 一家人还没来得及感叹 劫后余生 一束巨大的水晶石 直接捅破了船体 轻渴之间 巨大的游轮奔崩离析 轮船飞速下沉 一家三口在水中拼命挣扎 只有在这时 头顶的储藏室门突然砸下 突女女当场晕厥 他们越陷越深 约翰只能拼尽全力 将妻子和儿子奋力突起 苦苦支撑 为几关头 超人终于出现 他摘住半截船舱 缓缓伸出水面 向青帝约翰伸出了援手 超人握住约翰 将他连同他怀中的图妞妞 悲伤的小正太全都提起 送回了他的直升基边 送走了图妞妞一家后 海底的水晶 已经衍生成了一大片岛屿 甚至还在肆无自弹果章 超人降落在岛屿上 与卡当夫正面交锋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超人竟被卡当夫一拳掀翻 注重滚落在地 原来 这片陆地融合了可行时 超人站在上面 比一个普通人类更为脆弱 卡当夫对超人积怨已久 现在超人落在他手里 他怎么都不会放过泄愤的机会 他带着小弟们对超人拳打脚踢 把他踩在泥影里肆意践踏 卡当夫甚至抓起一块可行时碎片 狠狠地刺穿了超人的脊梁骨 女助理看着这一切终究不仁 却也没勇气阻止 虚弱的超人从高处坠弱 滴进海中 被身体里的可行时克制 他根本无法自救 好在图妞妞醒来后 不放心超人 强行说服了丈夫遮反 正好看到超人在水面挣扎 图妞妞直接跳了下去 在丈夫的帮助下 救回了奄奄一息的超人 图妞妞拔出了超人背后的可行时碎片 超人迅速恢复 告别了图妞妞 再次见不起拯救地球的使命 超人冲破元宵 吸收了一大波太阳之力后 再次发起冲锋 他双眼崩发出激光 将海底的水晶石直接凿穿 然后一头扎了进去 此时卡当夫就坐在自己的水晶岛 做创世大梦 却不想 刀与突然剧烈震动起来 高处水晶石开始谈他 卡当夫意识到不妙 赶紧照顾小弟们上直升机撤离 女助理挣扎片刻 将剩下的控制水晶丢下了飞机 卡当夫光芒相剪 但刀与已经在瓦解 卡当夫不敢冒险 只能先行撤退 整座惊视岛屿徐上升 原来是超人凭一挤之力 将整座岛屿顶了起来 岛屿上的可行时 在侵蚀超人的身体 超人只能腰紧牙关硬撑 直接把岛屿送入了外太空 超人才逐渐失去意识 支支跌落 千眼目睹这一切的人们 很快找到了超人 将其运回医院抢救 他们取出了他身体里残存的可行时 想给他输液连针管都扎不进去 超人的心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 人们都拥堵在医院门口 为英雄祈祷 医务人员也没有放弃 终于在最后一刻 奇迹发生了 超人苏醒了 继续为这颗蔚蓝星球保驾护航 而卡当夫分女助理 却因为飞机没油 被困在了一座荒芜人烟的小岛上 故事结束 深入人心的超人形象 再一次活跃在大众视野 还是那么的让人热血沸腾 超人面临欣赏人 和整个城市的驱舍时 毫不犹豫选择了城市 大概这就是 身上背负着责任的超级英雄的悲哀 如果最后 通宁又没有被救回来 超人也许会暴汗终身 会夜夜难眉 但再给他重来一次的机会 他还是会选择 那数以百万的生命 这就是英雄 好了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超人归来的故事 关注我公传的经典电影